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我们一起探讨与白金逊政活得好 我是Greta Ma,马河为珠 是北约克传科医院老人部的药剂师 以及白金逊教育导师 我们会一起探讨几个题目 白金逊病有多常见呢 以及怎样可以诊断白金逊症 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或者是白金逊病患者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 还有有什么人会容易患上白金逊症 以及有什么高危的因素呢 我们知道白金逊症是增长得最快的 神经系统疾病远超过Alzheimer's 认知障碍影响了2-3%的老人的人口 以全球性的白金逊病例人数来说 在2015年的690万会增至2040年的1420万人 而加拿大的统计 白金逊症在2031年将会增倍达到148800人 那么男性与女性的发病比例呢 男性是居多是3比2 年龄是最危险的因素 90%的白金逊病患者是超过60岁 以年龄越高呢 患上的机会是越高 多65岁是1% 多70岁是2% 如果多80岁是3-4% 以我们加拿大的老人趋势 是越来越多多80岁的老人家 我们很感谢演员Michael J. Fox 因为他自己幻想白金逊 而令到全球的人对白金逊的认识都多了 我们首先留意到这个状态 在初期来说 医生就会留意他有没有动作缓慢 譬如说走路拖地 慢 起身慢 再加上他的肌肉僵僵 譬如说走路的时候 手不会拼手的 因为肌肉很僵硬 或者是手有震的 患白金逊的机会就比较明显 但不是每个白金逊病人都会手震 其实只有70%的病患者是有手震 但不是每个白金逊病患者都有手震 但行动慢 这是最主要的 留意的病征 通常我们见医生的时候 他都会叫你做MRI照一照脑 如果脑照出来 完全正常 反而会多数是白金逊 如果照出来脑说有脑癌症 或者照出来是深层的血管 有些中风 或者有些其他的萎缩 或者是占尽核上性的麻痹 引致一些行动缓慢 这些照出来的MRI 就证明不是白金逊 是反而其他更加严重的脑科问题 所以我认断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 是懂得如何去认断 由一些小小的行动 手震 僵硬 缓慢 这些可以看到是否白金逊症 其他的症状 也都包括面部表情 如果那个人说话是很小声 或者嘴唇没什么怎么动 声音也都是小声了 还有面部没什么表情 这样的时候也算是白金逊的状症一种 还有因为手比较不能顺滑 肌肉僵硬令到写字会越写越小 所以写字困难都是白金逊症的一个状症 后期的时候行动开始更加困难 不单止平衡是受到影响 还有有时是怕怕跌到 有时双脚更加黏住地下 动不了 你想叫他踏第一步 硬是踏不出 身向前 但身的脚就黏住地下 这一个我们称之为冻结的步态 叫freezing of gait 所以因为脚黏住地下走到 就更加容易跌失去平衡 另外晚期更加有吞咽的困难 就像吞药或吃东西很容易跌失 白金逊疾病的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主要就是我们中间脑部 我们叫mid brain 就有一些黑质 黑质的地方就是制造多巴胺 多巴胺就是把脑去联络身体其他部分 当脑中部黑色这个地方是退化 制造不了多巴胺 变成脑和其他四肢的沟通就缺乏了很多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搞病人 就是我们中间这里行动不方便 我们要开始用大脑去想 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 虽然自己忘记了拼手 有时候要用脑去提自己去拼手 所以当我们发觉有白金逊的状征的时候 其实多过60%的黑质的脑细胞已经死亡 严重缺乏多巴胺 就导致我们行动缓慢和僵硬 所以我们在医治方面 主要都是根据多巴胺来补充 多巴胺是黑质神经细胞主要生产的脑细胞 多巴胺负责传递资讯去身体其他部分 在我们的照片里面 当我们脑细胞拿出来放在显微镜里面看 我们看到正常的脑细胞是有些色素的 但是有白金逊患者他们没有了这些色素 反而有其他不正常的脑细体 英文我叫Louis body Louis body是一些不正常的蛋白质 而引起情况一粒粒在显微镜里看到的 正常的色素就没有了 但是有了这些Louis body 这些Louis body的产生 就因为有一些粘性 我们叫做Alpha-Synuclein的蛋白质 在异常的脑细胞里面 就产生了这些Louis body 最近研究发觉这些粘性不正常的蛋白质 未必在头上开始 他发现原来有些人的肠里面已经有 现在研究者就想知道 究竟这些不正常的蛋白质 是由肠去脑 还是由肠去肠 所以我们都不太明白 但我们知道很多白金逊的病患者 都有便秘这些问题 所以肠的功能都是受到影响的 很多科学家暂时都未肯定是什么原因 那些脑在中枢细胞死了 有几个理论 可能就是蛋白质的错误聚集 另外就是我们的线粒体 即是细胞里面的mitochondria 我们叫电芯 行到细胞里面的电芯功能有障碍 引致很多oxidative stress 即是氧化应激有问题 另外脑细胞传递信息也发生了问题 或者可能是有些异常的免疫反应 现在都在研究究竟covid 之后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而引致或者多了白金逊呢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都在研究有没有其他的风险 最重要都是做多些运动 大氧运动 其他风险是包括接触一些除草剂 那些weep be gone 即是一些禁了的 容易天拿水这些化学物品 其实是对脑是非常之不好的 除了除草剂和杀虫剂之外 另外容易高风险引致白金逊 就是交通意外 或者我们做运动是弄伤了脑部 我都听过一些hockey player 弄伤了脑 或者一些重拳的boxer 其实对脑是非常之危险 到老了的时候容易有白金逊症 所以我们要保护脑 另外就是有些人去cottage 他们是用井水 因为井水里面有很多杀虫剂 所以有些污染了井水也是危险 另外有些人都问 我吃鱼吃得很多水银毒 有没有风险呢 所以吃鱼都不要吃得太多水银多的鱼 这几样就是容易引致白金逊的风险 我们今天暂停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探讨 多些关于白金逊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